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台湾的健保 全世界文明 那这个很多观众朋友 尽管有健保的福利 但是你会发现 生病真的要花钱 这个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你到小诊所看个病 即便是健保挂号费用 都要200块 那大型医学的中心 据说台大现在挂号门诊 要450块 那更麻烦的是 一旦你的身体 有了长期的慢性病 各式各样软硬体的开销 那个隐藏性的开销 更是不得了 所以健康最省钱 那怎么样健康来省钱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依依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 江守山医生 大家好 再是加医科的医生好朋友 刘燕芝医生 大家好 再是眼科的医生好朋友 钟佩甄医生 大家好 再是牙科的医生好朋友 徐庆林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温国志师傅 大家好 真的我刚刚开场前问门诊 到底现在挂号多少钱 因为我印象中小诊所 好像150 200块 但台大就要450 而且安琪老师很熟 中山医院挂号380 你看即便是看健保都要花钱 那更麻烦的是 有一些疾病 一生下去 他不可逆 所以他长期的开销 其实是很恐怖的 没错 所以古时候人说什么叫贫病交迫 又穷又病 又病又穷 病的就穷 穷的就病 我们在临床上 真的很难看到说 一个人好吃 把家里吃到破家的 其实看不过 可是你看到很多人就是病了 然后整个家庭就破碎了 对 我觉得一个例子 没有健保之前 这种故事更多 对其实有健保 其实有些疾病还是非常花钱 像我一个病人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高阶的经理人 他只是抹爆社的这个管派报的人 那他因为长期的糖尿病 之后就肾脏就坏掉 那糖尿病另外一个风险 就是很容易造成结肢 对 那他后来也因为糖尿病引起结肢 就把嘴锯掉一肢 有一次我在门诊 我跟他聊 我问他说 如果有机会当初可以救你这只脚 你愿意花多少钱 他讲了一个我不能理解的答案 他跟我讲说 两百万 我都愿意救这只脚 我一听说 有那么 这个脚有那么 那么那么贵吗 他说 你们做医生不晓得 我本来自己坐捷运来洗身 脚锯了之后 哇 出入计程车 对 然后第二个年纪那么大的才锯掉脚 也不能像人家 有些人还可以用轮椅去跳华尔士 对不对 年纪大锯了脚之后要干嘛 要请一个人来推轮椅 所以 轮椅都要钱 买轮椅都要钱 买轮椅要钱 推轮椅那个人更贵 对 那个有一个要花你三万块钱 对不对 这样子 全部都加起来 交通费 计程车费的损失 看这个推轮椅的人的损失等等 一年一百万来没招 所以他当然觉得花两百万值得 如果他不要去掉的话 目前看到这个中生健保署的资料 台湾最花钱的病 事实上是慢性肾病 包含洗诊跟没有洗诊之前 他一年要花掉四百八十几亿 那洗诊人口已经高涨到八点五万 对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不过 我们台湾洗诊高 有一几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三高控制 比上先进国家都远远不如 那三高会有后遗症都是洗诊 那第二个问题是 台湾有很多胜毒物 包含这个 有的没有的通路的那些药材 包含我们的食物中的很多 像触发器这些东西 这个胜毒物 暴露量高 当然是容易坏掉 这很容易理解 最后一点的 其实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是 台湾肾脏病人尿毒 这些病人很多 是因为我们洗诊品质很好 所以病人存活率很长 对 如果在很多国家 洗诊品一洗一两年 有的国家甚至说 洗了死了更快 那就不会累积洗诊病人 你知道吗 真的 对 很多国家都都有这个问题 你去国外参观访问 你就听到当地人这样讲 不要洗还好 一洗就死掉 可是台湾因为透析 你看在一个洗诊室里面 有人洗二十几年 三十年的都有 对 所以这几个原因 造成台湾的洗剩的数目增加很快 导致于整个负担很重 那其实对一般人来讲 其实到底 花在健康的钱 花在哪里 这个统计数是跟我们讲说 大概门诊就花到 接近四成的费用 对 看诊第一时间是有开箱 住院其实没有想象中花 是花是三点五七 可是可是住院的人数少 对 因为门诊常常动不动一天 大的医院一天 八千的门诊都在做 对不对 那住院总是 那个一千床两千床 医疗用品 是大家还没有想象过的花费 他也花掉三成三 接近三分之一的钱 是花在医疗用品身上 像你刚刚讲 伦理也是 血压剂血糖剂 这个都是医疗的 耗材跟用品 对 那而且你还没有算看护 因为我印象中 像我有个同学 他爸爸中风躺了十多年 光是特别的看护 跟看护的开销 他们算过就快一千万 因为十多年 你想嘛 现在台北市的行情 大概要四万块 那你一年就五十万 那你十多年是不是七八百万 那再加上零零种种 其他开销 是不是躺十多年 花一千万 是就是 所以前一阵子 就是刚刚过母亲节 我在家里也讲说 其实大家对母亲 最大的校道 就是把自己身体顾好 然后对小孩子最好的爱心 就是把自己身体顾好 那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 他就是因为他爸爸倒了 那他们 那个倒得很严重 大概就是中风那一类的 所以他需要两三半的看护 算了一顿 要花八万几块 他自己中了八万块 所以他哥哥就跟他讲说 那你回家照顾爸 你没想过对这个小孩子来讲 其实也是很无奈 你知道吗 因为他那个躺在床上 那个老人家不知道会多久 万一他在那边活十五年 那你在那边照顾自己爸爸 十五年是尽孝心 可是十五年之后 你跟社会整个都脱节 对 那以后出来怎么办 那你要再回来 某职也很难 很困难 对 大概只剩下一些 很低阶的工作或什么东西 所以真的说 对长对下 最大的爱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健康顾好 真的 那再请教一下徐医师 另外一个刻板印象 大家觉得看牙很花钱 尤其是这年头直牙 一颗常常十万八万 所以有一些牙口不好的 一直全牙都是百万 牙齿的问题 不管是自费还是健保 其实真的是最少钱的 对 超钱程度真的可以 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其实最大的问题的元凶 就是来自牙周病 那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 我自己的好朋友 他就是照顾他自己 照顾他自己中风的妈妈 三年的时间之内 牙齿从原本大看起来 都非常正常 就变成像这样子爆牙 全部牙齿 他照顾他妈妈 但是他照顾到他自己牙齿坏 是的 因为这三年 因为生活非常紧绷 然后整个作息改变 整个牙齿就整个飞出去了 那他为了治疗这个牙周病 最后要做牙周病的治疗 还要做全口矫正 把牙齿拉回来 光是这样就花了30多万 那你就想说牙周病这件事情 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大家可能不敢相信 国舰署的统计是 国人牙周病罹患的比率 高达99.2% 那你想说 那这样到底我们现场 现在如果 现场这样子的 人数来讲的话 恐怕大家都有的这个状态 那牙周病 大家仔细听起就是牙齿周围的病 那也就是牙齿地基的病 所以平常大家习惯 在牙医诊所做的处理 可能补助牙 抽神经做牙套 都比较属于是牙齿的装潢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牙齿的地基 那为什么这么可怕 可以造成说 牙齿整个飞出去 甚至大家听到 有些人牙齿 齿牙松动到脱落 其实牙周病它地基损坏 它有三个步骤 最主要就是 我们平常吃东西喝饮料 细菌堆积牙构开始滋生 就是形成牙菌斑 那牙菌斑的话 如果大家不知道 怎么精细刷牙的人 牙菌斑堆积一段时间 跟口水面矿物质结合 变成牙结石之后 我们就刷不起来了 那如果有定期六个月 洗牙的人还好 有些人根本觉得 我不痛不痒 甚至有人觉得说 刷牙流血是正常 洗牙流血是正常 就把最初期能够提醒 我们的一些小小的警讯 直接就忽略掉了 那牙绝石里面 细菌释放毒素 除了造成牙肉 红肿出血之外 也让牙齿跟牙肉之间 形成一个越来越深的口袋 也就是牙周囊带 那这个口袋藏污纳垢 细菌就越来越深入 之后把牙齿周围的 地基骨头吃掉之后 当然就是牙齿松动 那国人两个人中有一个人 就是严重牙周病 而且那个有一个人 可能年纪都是中年以后 对不对 但是我这个朋友才30多岁 对所以大家都会以为说 牙周病可能是中年以后 才会发生的疾病 现在变成提早老化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是提前在年轻的时候 有这三个因素 牙菌斑也不去控制 然后也没有定期洗牙 然后到最严重的时候 到牙周病的时候 甚至越来越害怕去看牙医 也不去治疗 到最后真的持牙 就只能直接松动脱落 真的那就麻烦了 那接下来安琪老师 就要出来分享一个 健康护牙的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 丁香肉丸汤 安琪老师为什么这么熟 所有的门诊的费用 因为像我弟弟是去台大看医生 为什么慢性病 他是心脏病 他上回有个心脏的片子 找台大医生看一下 我记得450还是550 都不记得 总之比周三贵 周三是因为我是拿老年人的 这个慢性处方钱 所以老年人的门诊费用 跟一般人还有一点差吗 一样380 一样380 所以还是健康最好 对对对 这也是支出的 那所以今天来顾这个钙 因为大家知道牙齿要好的话 也是需要钙 那今天我这个角色 你看得出来很瘦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给他先打水 好 我们今天要做肉丸子 可是今天要做的是丁香肉丸 对 不只肉 还要有丁香鱼 而且牙齿不好的人咬不动丁香鱼 所以 但是丁香鱼小鱼肝高概 高概 所以安琪老师要分享的做法是 丁香鱼可以打成粉状 这样牙齿咬不动的就可以吃了 对 日泡来说花费大概50万 对 那如果以双周泡来月泡 大概40万 但是丁香鱼这个买回来之后 我们要把它稍微在锅子里面 不放油 干锅 给它去烘一下 因为丁香鱼你用手摸一下 它还其实有潮湿的感觉 它不是那么的硬 所以干锅干烘 干锅干烘 烘了之后 它除去一些它的潮湿气之后 你要记得把它放凉 然后我们再用那个研磨器 小型的研磨器去打 就把它打成粉状 因为你如果没有放凉 它有湿气去打的时候 这边就会黏黏的有水气 所以这个打成粉状 跟你平常把花椒颗粒 然后打成花椒粉 是一样的逻辑 对 一样的逻辑 它有一个大杯子 一个小杯子 大杯子我们就可以来打果汁 然后我们搭配了绞肉稍微调味 调味一下 少量的盐 盐 然后叫打水 我们来这里来打水 而且因为待会儿丁香鱼 小鱼干都有咸度 所以这里放盐 要稍微很少量 佐量就好 对 这边我们放一点盐 这个盐是可以帮助水分的吸收 所以你顺着方向在打水 打进肉里头 释放出蛋白质 胶质出来 因为我们做的是这个汤的丸子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打得稍微稀一点 让它稀一点 然后嫩一点 然后软一点 对 那我今天这个大概只有10%的肥的 所以我们加一点点的我们的橄榄油 好 稍微补充一点少量的油脂 对 好 再来一点点 好 然后让它滑一点 对 让它吃起来比较好 然后粘性跟粘度让它打进去 对 然后我们这边最后来一点太白粉 可是到现在为止丁香粉还没下去 丁香粉最后下 最后下就可以 因为丁香粉我们不需要它打出焦性 粘性 所以我们最后给它拌匀就可以了 这个丁香粉它有咸度 刚刚言文官有讲 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的 所以佐量 佐量放 你也不能一股脑子放一辣堆 可能就会丸子变得超咸的 对 而且这个丁香粉这样打完了 你可以拿个瓶子装起来 有的时候我们做汤可以把它当作纤维剂 因为丁香鱼它本身有一个很鲜的味道 这个汤的部分我们这边能拿一点点油 我们来热锅热油 那今天也要爆香一点辛香料 这个安琪老师稍微泡了一点虾米 然后现在要爆香一点虾米 葱花放在这个里面 葱花也要放进来打一下 那我们这边用虾米的原因 一方面虾米会增加它的香气 另外一方面虾米也是钙质很好的来源 然后它也有鲜味 好 我们现在先爆香的虾米 然后我们这边来一点热水 好 我们加一点这个热水 好 我们把剩余的酱油给它烹下来 有个香气 然后有一点酱香 那调一点热水 这个待会儿的丁香肉丸是要做汤菜 所以安琪老师现在直接加了一点热水 然后老师准备的配菜 还有一点豆腐或油豆腐 然后一颗蛋 老师这个是海带牙对不对 海带牙对 海带牙是干海带牙 把它泡软了 那油豆腐需要煮一下 我们这次虽然是超嫩的 但是我们还是给它先放到这个汤里面来 让它烧一下 让它煮一下它比较有味道 所以我们汤里头要给它先调味 那油豆腐才会有味道 好 然后安琪老师现在汤瓶里头 还稍微调味一点盐巴 好 然后这边我们来做这个丸子 做丸子的话因为手比较有手感 所以我就不戴手套了 那这个条羹我们要先给它沾水 然后手也要沾水 手沾水这个才不会粘在手上 这个丸子才不会粘在手上 然后一颗一颗这样子下 所以因为这个是汤丸子 对 所以手沾水比较不会粘手 不会粘手 然后条羹来取它 比较能够成丸定型 对 那条羹也是做个两三个 我们就要沾一下水 好 条羹要沾一下水 绘一下湿度 对 好 那我们做这个丸子 烧它的同时请教一下中医师 另外一个大家觉得 要花钱的疾病是眼科 尤其是从小近视的 很多婆妈妈光觉得 配眼镜都要花钱 是 不过刚刚坐在徐医师旁边 我就突然深深觉得 还好眼睛只有两颗 压子有这么多颗 但是虽然只有两颗 所以更要好好保养 那当然很多的疾病是从近视 是一个源头 那这个分两个部分来说 怎么烧钱 第一个就是说 像林冠刚刚讲 配眼镜 都要花钱 对 那就更不用讲 戴隐形眼镜 有些人不单纯是为了漂亮 因为他工作的关系 或是运动的关系 他就是不能戴眼镜 所以他就是得戴隐形眼镜 或者是譬如说可能开刀 那隐形眼镜如果估算下来 就是说一天平均日抛 大概24块 那如果是双周抛月抛 再加上那个隐形眼镜药水 大概18块 那大家可以试算一下 如果你从18岁 大概到40几岁 大概再看平均下来 大概 对 那如果以双周抛来月抛 大概40万 所以你看我没近视 我省多少钱 真的 真的 小时候我哥哥配眼镜的时候 我妈妈都骂他 尤其我哥哥常常摔坏眼镜 对 那有的人就说 对我知道可能戴隐形眼镜 当然对角膜可能缺氧 或者是这么烧钱 那就直接做近视镭射手术 那当然也有 那如果以前 譬如说有刀镭射 大概三四万 那现在比较进阶 叫五刀镭射 同四万块到十万块都有 对 所以当然也是烧钱 那就是说近视 当然这个只是说花钱 你起码还看得到 可是我们比较怕的是 近视造成的并发症 对 譬如说 这就不只是烧钱 它还烧你的心力 Time is money 就是说你可能要花更多的心力 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那通常这种疾病发生 通常都是在青春年华 可能二三十岁 你可能人生的工作 学业大好前程 结果你不只烧钱 还花很多心力在这个上面 而且还有可能是 视力没办法回复 对 像我之前就有一个病人 他二十八岁 他是一个球队的球员 那他以前就是他度数深 一千多度 他想要开镭射 他以前当然戴眼镜 戴眼镜 可是因为他也知道说 这样上上下下戴很麻烦 但是因为他的角膜比较薄 所以他在有刀镭射的年代 他评估起来不安全 所以医师也跟他说 你可能不适合开 但他后来因为有无刀镭射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所以他后来也开了 那他以前在高度近视的时候 他自己还蛮有警觉 所以他大概半年一年 会去做一次视网膜检查 可是他开完之后 他发现重见光明 然后也不用 就是还要洗隐线镜 然后他就忘记了说 他其实本身的眼球 还是属于高度近视的眼球 就是说他虽然已经开过刀 但是他因为视网膜的已经变形 所以他得到视网膜剥离的几率 像统计起来 高度近视 得到视网膜剥离的几率 是正常人的四十倍 对 那他因为开完刀 他觉得都很正常 所以他就忘了要来追踪 就他开完刀了大概三四年左右 他有一天在打球 在球场上 那刚好就是跟队友 不小心撞了一下 就他撞完之后 他发现好像有点飞纹 之后开始有那个蜘蛛丝 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爬下来 那他当然也是有点警觉 那后来就变一块黑云 他就来检查 就发现就是视网膜剥离 才二十八岁 视网膜剥离万一没有处理好 是可能会失明 对而且就说因为他 而且他处理有一阵子是 因为视网膜剥离 要一直趴着 对如果里面有灌空气来灌油 那他就是因为第一次开刀 他没有乖乖的趴 没有照时间这么乖 所以他又掉下来 所以他又开了第二次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近视这件事呢 所以这不是伤荷包 这还身心交错 对而且影响了后续 因为你长期要这样趴着 是很难睡的 就是手术的 可能那一周一两周内 对但是之后的后续 就是说他因为视网膜剥离 然后导致他的视力 没办法完全恢复 对所以这也影响 他的球队的生涯 所以影响很大 真的所以眼睛是灵魂之窗 不可逆也是要顾好 那同一时间 我们安琪老师的丁香丸子 对也差不多熟了 那也差不多熟了 因为我做的不大 对 那我们再来一点海带牙 这也是我们有补钙的 然后我搭配点绿色的青江菜 最后我下一个蛋花 蛋花也是让我们多顾一点营养 因为像我外孙也是 我女儿每天给他吃一个蛋 就是因为蛋白质 是这个优良的蛋白质 而且蛋黄卵磷子也是非常好的 对好那我们最后这个好了之后 我们就沿着这个锅边 我们就淋一个带花下来 这就是很丰富的一个家常 方便的一个汤 而且是家常方便的汤菜 对然后就充满了很多盖子的汤菜 然后最后是麻油 然后点一点香菜就可以了 而且老少咸宜全家都能吃 那我们就来试吃 你看那个肉丸真的很Q弹 因为重点是很有丁香 因为真的那个丁香 有很多老人家没有办法吃 然后虽然它这个肉丸很Q弹 可是其实它入口之后 它其实就会化掉 所以其实真的很适合 哪有牙口不好的老人家 而且它汤头怎么会这么鲜美 我刚刚就是想说 可不可以再来一碗 然后对啊 那其实我们确实就是发现说 像吃饮食这个问题 我们发现最近还有另外一个很烧钱的 一定叫做糖尿病 糖尿病很多人叫做富贵病 因为就吃太好嘛 但是我后来发现它的富贵病 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它很花钱 对然后呢 而且很多糖尿病 它可能前十年糖尿病 后十年开始洗肾 对然后前十年的糖尿病的时候 它可能已经开始补充 某一些营养素保健品啊 或者定期的看医生啊 然后拿药啊 然后比方说拿胰岛素打啊 那这个来来回回经常性的回诊 即便是看诊都是开销 对啊 对不对 没错没错 真的都是开销 而且那还有一件事情 是那个血糖机 跟血糖试纸 其实就这把钱 这也是固定开销 对这也是固定开销 像我之前遇过一个患者啊 他也是单亲妈妈 然后家境不好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是住院的时候 其实是那个 就是脚的那个足部 它就是一个小伤口 但是它因为糖尿病很久 它糖尿病已经快要20年了 都没有好好控制 结果当然就是弄到最后快要截止 因为伤口不会好 所以说他把它截掉 那时候他在住院的时候 其实就是 我们那时候会整社工 因为他整个心情非常不好 他就快要犹豫了 因为他担心妈妈嘛 所以他我截止之后 其实整个生活的佳绩 就没有人负担 然后小孩就是 就是还是要把他照顾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控制 然后他就跟我说 那个医生你都不知道 那个糖尿病有多花钱 他就说他20年前开始糖尿病 然后就像民观主持人讲的 他看诊要钱 那最近是有健保 可是其实就是 健保这个里面 还有一些些问题在 然后有时候还是有一些 自备药物等等的 所以还是要钱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通常糖尿病 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血糖比较难控制之后 用的药物会很多 那我们会希望 你不要低血糖 所以我们一定希望 你自己在家里量血糖 我们也才知道 你控制的好不好 那那血糖记忆胎呢 大概也要 三千到五千块不等 重点是那个市值 那个市值啊 一贯五十片 大概就一千块 对 所以如果你一天验个 一次两次 一个月就一千块 对 再加采血针 一个月可能要三百块 对 那可能对于 譬如说对于这个单亲妈妈来讲 她一个月可能赚两三万 她还要养小孩 她哪有多余的钱 去买这些东西 所以她根本就没有 好好的在控制 就搞到后来就是 就是变成说 就是脚变成这样子 那其实糖尿病可怕的地方 除了在前面这些 照护的费用之外 后面的就像洗肾 然后包含像眼科 可能可以补充 就是她如果造成的糖尿病 是网膜病变 对 用了那个自备药物 她水晶体可能也提早坏掉 对 然后另外打一些 抗血管新生的药物 那个也是开销 那个有时候就是 上千上万都有 所以其实有时候糖尿病 真的就是 我们还是尽量把自己的 那个健康维持好 不要糖尿病最好 其实像牙周病跟糖尿病一样 他们慢性病都非常容易 被人家忽略 尤其有一件更妙的事情是 通常没有蛀牙的人 觉得自己牙齿很好的人 通常牙周病特别严重 它会增加血管性失失症 也增加所谓的阿兹罕默症 这两种失失症 所以这个东西 真的也是一个 非常花钱的一种互贵病 免疫疗法 它跟一般化疗不一样 免疫疗法 它是诱发你自己的免疫系统 去对抗那个癌细胞 所以它相对的呢 户座又没有化疗那么大 基本上它打一年 那一年 对 通常没有蛀牙的人 觉得自己牙齿很好的人 通常牙周病特别严重 因为牙周病的细菌 跟蛀牙细菌 它其实是互相抵抗的 那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呢 这个就是一位 30岁的女性 它呢 你看它也是 他为什么突然缺了一颗门 你看它全口也都没有蛀牙 它从小就觉得说 你看我牙齿都比 它牙齿特别好 对 都比我的同学还要好 就有一天呢 跟它长官吃饭的时候 一颗牙齿突然掉下来了 吃饭的时候 它都没有感觉 而且是连牙根整个一起掉 整颗牙齿飞出来 它赶紧到它临近的牙椰诊所 去看诊的时候 医师说 你得了严重的牙周病 全口要拔掉10颗牙齿 那他当然说那怎么办呢 那医师就说那就植牙 但是问题是 他总共说 那这个 80颗是一个工程 10颗是另外一个工程 很累 对 首先这位小姐 他就问医师说 那这样子费用 医师就说150万 但是他马上就回答说 那植牙不是也常常出问题吗 对 所以基本上 大家就要想到说 植牙这个东西 我们简单讲一下 我们来简单认识一下为什么这么贵 对对对 那植牙的话 你如果把它想成一个人 它基本上就是身体脖子跟头 身体的话也就是所谓人工牙根的部分 人工牙通常我们在植牙治疗的时候 会先把人工牙根植进我们的骨头里面 等到它愈合到 跟骨头紧紧相接之后 它是稳固的之后 它就会开始接上所谓的支台诊 就是脖子的部分 那是第二道工程 第二道工程 所以那个牙根比较接近 像人家盖房子打地基的逻辑 对 它就是把桩打进去 那打桩要多久才能做第二个工程 那就要看它骨头的条件 一般的话可能三到六个月 有些要经过很大范围补骨手术之后 可能要等更久 地基才会稳固 才能做上面的工程 所以也不是一天之内 没有 它不但 花钱多 还要时间也非常的长 对 那你就想象说 哇 那这样子 直牙整个从头到脚 都是人造的材料 所以它基本上是不会注牙的 但它却非常容易有严重的牙周病 所以刚刚刚 为什么 是因为它周边容易发炎 答对 它一样是会在 它这个人工牙根跟骨头之间 如果你不懂得 如果有牙菌斑有发炎 对 牙菌斑 牙结石 然后它一样会形成牙周囊带 它只是叫做直体周围炎 我们所谓的牙周病 它是直体周围炎 是完全同样的基转 所以刚刚的张小姐 她如果没有经过牙周病的治疗 就直牙的话 是非常危险 造成之后直牙失败 都非常有可能 真的 那刚刚讲 糖尿病的并发症 容易有牙周病 另外也容易有白内障 那这个钟医师也知道 白内障现在 确实也是案例很多 而且很多糖尿病的 白内障水晶体 他们确实比一般的 这个没有糖尿病的人 更早坏掉 跟被迫必须要更换 是 就是說 如果有糖尿病的人 然后如果他血糖控制 又不好的人 他的并发症 就比较容易发生 但是即便你血糖 都控制很好的人 他其实过了十年 十几年 就是说我们的血管 长期泡在糖水里 他还是会有病变 所以就说血糖控制不好的人 是比较早发生 那血糖控制很好的人 他其实还是会发生 但是也不要 因为这样很气馁 说那我就不要控制 因为就是说 如果你控制不好 其实这个并发症 会越早来找你 对 那像我之前就有一个病人 他就是属于 比较低型的糖尿病患者 就是比较年轻就有 对 所以他就是血糖 因为比较年轻嘛 他也不晓得说要养生 要控制 所以就平常工作累 他是喜欢吃一些 可能比如说炸鸡薯条 就速食容易得到 然后口渴就喝可乐 饮料 就跟时下年轻人一样 可是他一开始 不晓得自己有糖尿病 后来是有一次昏倒 然后去送到急诊 才发现说哇 他血糖暴高 那从此以后 他就知道说 自己是有糖尿病的体质 可是呢 因为他即便是有控制 可是因为就是说 糖尿病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状况 他其实视网膜 还有玻璃体 就常有反复的出血 对那像刚刚燕姿讲到 就是说 如果有这个并发症 我们有时候会打一些 那种抗血管性增剂 到眼球里面控制 所以他也打过好几次针 那就是控制到他打针 打雷射 那视网膜呈现在稳定的状况 可是有一天 他就突然觉得 他好像开车 就是越来越看不清楚 对那后来来检查 才发现说 他其实就是有白内障 对比较早发生 他其实才三十几岁 对那比一般 就是我们熟知的白内障 可能发生的年仅在五六十岁 对那像就说 如果遇到白内障 那当然这种不可逆 他没有办法靠任何的药物 然后是食物 让他就回去 所以他唯一的处理方法 就是做手术 那以目前的 而且手术就把水晶体换掉 对以目前健保给付的 我们叫超音波乳化术 对或者是现在有一个 在合并更新的 叫无刀雷射 但是他还是要合并这个 叫超音波乳化术 对那超音波乳化术 大家可以比较想的简单一点 白内障呢 其实就是说 他有一点像蛋 因为他的成分主要是蛋白质 所以如果蛋呢 再还没有煮熟 我们把它打开 蛋清是透明的 对 但是如果蛋煮熟了 大家都知道 打开它是就可能不透明 对 白内障 对形态很多种 可能蛋白 可能像蛋黄 那不管它蛋白蛋黄 它就是不透明 就变色 对所以变成就是说 你可能看东西的时候 你的镜头已经是 变色就会灼掉 对灼掉 那你的照出来的照片 就不清楚 那这时候 我们就让超音波乳化术 进去把这个白内障 把它洗掉 那大家有吃过蛋嘛 就是你蛋剥壳之外 是不是还有一个膜 对 对 那个膜 我们在手术的时候 是要留下来的 对 所以白内障手术就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的熟知 就说白内障很快啊 可能十几二十分钟 可是大家知道这个 台上可能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我们其实就是练习 所以会开的技术要 对 练习很久的时间 才有办法 就是说 你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是把这个膜 好好的留下来 只把里面的蛋黄蛋白 吸掉 那吸掉之后呢 我们的水晶体 它其实是有曲度 大家可以看 它其实是凸透镜 对 所以你如果拿掉 很多病人说 那我如果不要放 人工水晶体 可不可以 如果在早期 没有人工水晶体的年代 确实你也没得放 但你就要放一个 很厚很厚的凸透镜 就是有点像老花眼镜 但可是现在 因为有人工水晶体出现 所以我们做完 这个白内障乳化之后呢 我们是要放一个 人工的水晶体 就放这一颗 对 那人工水晶体 价差很大对不对 对 像我这里就好 就跟那个支架一样 心血管的支架 那个支架也是有价差的 有价差 那当然主要价差是在于 你想要手术后 得到什么样的视觉品质 所以价钱越高有越好吗 要看每个人的条件 比如说 你可能想要处理的是 高度近视 还有散光 那当然不见得 每个人都有这个度数 或者是你处理完说 我想要连老花的眼镜 我都不要戴了 也有这样的选择 那当然这要检查 要评估 像糖尿病 如果说已经视网膜有出血 黄斑部有水肿 或有的人有黄斑部病变 如果像这种条件 我们可能也不建议放调老花的人工水晶体 对 因为它的黄斑部条件不够好 但如果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 就是说如果你的底片是够好 那你的水晶体选择就很多 对 那这个就牵涉到像刚刚讲 比如说 如果你有散光 你需要调整 那你可能需要的费用 大概是 目前我们一般比较常用的水晶体 大概四万五左右 一个 对 那如果说你只要调高度近视 那你没有散光 那可能费用落在三万块 那如果说我又有高度近视 又散光 我又要调老花 也可以 那费用落差就很大 可能会到九万块 对 那像现在还有一颗是九万 对 一个水晶体 那这样两颗也是十八万 对 所以坐在牙科医师的旁边 我感觉压力都没有那么大 所以还是健康最省钱 那接下来温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师傅今天要分享的是 蟹黄蔬菜鲑鱼 是的 因为鱼有顾眼睛 对对 还有维生素A 也顾心血管 那我们这个鲑鱼的部分 把它去皮 去骨 然后这边那锅中加一点油 我们把这个鲑鱼 我们要来煎一下鲑鱼 对 鲑鱼的部分就直接下去煎 那这个里面的这个鱼有的部分 会释放出来 然后这个锅中的油 也不用浆太多 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煎鲑鱼片的同时 师傅今天分享 蟹黄的来源是红萝卜 也是顾眼睛了 对 但是你的红萝卜 有这个特别把它刨得特别细 是不是 用汤匙去皮之后 我们用汤匙刮 把它刮成我们要的这个 呈现这种片状 就很细了 这个很容易化掉 对不对 对就像蟹 那个蟹黄的那种 那今天还搭配花椰菜 那白绿花椰都搭配 那这个是 大黄瓜 大黄瓜把它切定 对这些也是现在当季的 这里面含有这个 维生素页也非常高 那还有很特别的 这个是什么 这是那个 网豆人 老网豆 就干的网豆人 上来买 这个超市也可以买得到 然后把它 这个老网豆的话 就是我们加水 然后跟盐一起把它煮开 这样子 好 这个网豆 因为质地组织比较松散 所以熟成比较快 这是网豆 对 大概这个锅子 加水 大概1比3左右就可以了 1的网豆 3的水 然后盐 一小匙 这样煮半小匙就可以了 好 真的它是网豆 我刚刚看很以为 类似人家鹰嘴豆 还是那种印度豆 但是它是口感是网豆 但是因为 一般我们认知 网豆是绿色的 不是这个黄色 是 有一些骨类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鲑鱼的部分 给它慢慢煎 煎到两面上色 待会我们再翻面 那现在锅中这边 我们要来做酱料 对 我们要做这个酱汁的部分 我们把这个姜 切成姜末之后把它加下 还有我们的这个蒜头 好 蒜末 对 稍微把它这个爆香一下 然后待会我们把这个 姜末 蒜末爆香完之后 会加一点这个咸蛋黄 蒸熟的这个蛋黄 然后把它碎化 切成末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类似金沙 对 对 对 传统的金沙 就是这个咸蛋黄的这一个 把它剁碎剁细 对 那我们要做这个 素蟹黄的部分 就是运用这个 咸蛋黄配红萝卜 对 对 咸蛋黄沙沙的口感 来取代这个蟹黄的 那个膏状的这个沙沙的口感 对 所以蟹黄是红萝卜加蛋黄做的 咸蛋黄 对 然后这个里面很重要是我们的姜末跟蒜末 在爆香的时候不用炒太久 因为炒太久会有一些 质地稍微细一点的变成焦化 那它呈现这个蟹黄里面 要整个黄层层 不能有些许的黑点 所以现在这个是蛋黄 咸蛋黄 先加下来炒 那油脂的部分 我们再依照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量 再适量加 可是你看那个蛋黄下去 它开始有金沙的feel了 对 因为那个传统的很多金沙料理 就是把那个咸蛋黄的那个沙状 油脂状卵磷子 把它这个炒出来 对炒到这样有点起泡 这样就可以了 跟我们刚才一样 火力还是控制好 不要旁边炒到焦化 好 所以你一直快速拌炒 对 把红萝卜加下 好 我们这边就给它慢慢加热一下 炒的过程里面 依照我们这个萝卜 红萝卜里面的水分 在加热过程里面会释放出来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拌炒的时候 就是让它均匀受热 待会这个红萝卜要炒到熟化 然后表面这个一片一片的状态 都会呈现这个金黄色的一个状态 好 二厨帮你炒 来 这个师傅要翻一下 对 鲑鱼的部分 我们把它翻面 好 就这个很自然的金黄色 鲑鱼的鱼油对于心血管 或者对于这个 刚刚讲的糖尿病 或者发炎的状况 都可以有调整 所以也是现代人来讲 可以摄取的 Omega 3的油脂 很好的来源 对 那鱼 这个鲑鱼也是很容易取得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没有加盐去腌 就是吃原味的 待会跟我们的这个蟹黄 让它呈现这个鲜味的口感 这样子 那你看这个水腌 慢慢变少 那就表示这个熟成度差不多了 那一般我们这个量体如果更大 要炒的时间比较久 像我们今天这个量在300克左右 这个熟成时间会比较快速 好 炒到这样就可以 你看它有一点这个黏着性这样子就可以 就是水分挥发 然后让它组织质地变软这样子 好 这时候我们把水加下来 好 耶 有像了耶 对 有 现在有像蟹黄跟蟹膏 对对对 好 我们下来给它熬一下 好 像这样子 因为我们刚才加的这个油 就会浮在上面 对 就会产生这个比较漂亮的金黄色 而且会类似那个膏状 对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增加这个蔬菜的口感 我们把这个大黄瓜的部分 好 加一点下来煮 好 那大黄瓜呢 依照我们要煮的这个时间 好 让它呈现软跟脆 好 就是依照个人喜爱 好 那我们这个让它呈现有一点脆脆的口感 现在把它加下来 然后这边呢 我们加一点调味料 好 少量的盐巴 盐糖酒 好 基础调味 因为红萝卜 在我们经过炒的过程里面 它的这个甜味 也会释放 对 蔬菜甜味 所以我们的这边加一点糖 少量的盐跟糖跟米酒 对 这样子下去煮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呢 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鲑鱼的部分 就是煎到这两面上色 对 然后就是熟程度也熟了 我们把它取出 那这一锅我们来利用 刚刚煎的这个鲑鱼的这个鱼油 我们来做这个 配菜 炒那个青菜 好 我们今天要搭配的是花椰菜 跟刚刚的这一个豌豆 对 好 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锅中 刚刚还有剩下这个蒜头 好 蒜末加一下 稍微爆一下 我们用锅子剩下的油 稍微爆香一下蒜末 对 这个爆香一下就可以 就是不用到这个焦化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蔬菜的部分 这个花椰菜 花椰菜 绿花椰跟白花椰加下 这个蔬菜熟成度很快 所以我们这个青花菜 白花菜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水 下来炒这样子就可以 好 我们加一点点水 我们加少量的水 对 所以有一点点水蒸煮的这个做法 是 是 是 然后我们增加这个香气 用蒜头来爆香 然后这边调味加一点点的盐 好 我们盖上锅盖 就让它在里面煮 好 就让它在里面煮这样 好 我们等它一下 这个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蟹黄 蟹黄的部分它已经呈现这个 就是整个汤汁的部分 都要呈现这样的这个黄色的状态 然后表面有一些 这个红萝卜炒出来的这个油 因为我们刚才油比较少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 红萝卜炒出来的这个油 就会让它呈现的一个这个甜度 跟这个浓郁度就完全呈现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椰菜 对这个冒烟 这样子焖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试吃 看起来像蟹黄 吃起来真的也上蟹黄 结果跟蟹黄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它基本上有很多食材 都是对现代人抗发炎 或者眼睛来讲 非常好的选择 没错 尤其是我们也知道 花椰菜的乳化物本身也知道说 他包括从抗癌抗发炎什么都有 那基本上 然后鱼油胡萝卜也是 对 尤其是Omega三本身也知道说 不管从癌症预防到心血管疾病 预防到糖尿病等等都有帮忙 所以这一道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料理 不过讲到糖尿病 其实糖尿病病人的风险 真的是高到不行 因为他单就失失症 他会增加血管性失失症 也增加所谓的阿兹罕默症 这两种失失症 而且更为难的是怎么样 你把糖尿病人控制得很松 失失症会正常能的 一点六到三倍 可是你把它控制得很紧 常常低血糖 我跟你讲 失失症风险会增加成六倍 为什么 因为在低血糖的刹那 大概来讲会有一些激转 会伤害到脑袋 会触发这个所谓的 被淀粉斑块的形成 真的假的 对 所以像糖尿病病人是紧的也不行 松的也不行 就是要在走钢索 走在中间那一段 左边右边都会跌下去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也是一个 非常花钱的一种富贵病 而且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癌症 癌症的开销多半也不少 没错 讲到这个开销 真的不得不提癌症 然后我就说自己讲一下癌症 因为癌症它的治疗越来越多 最近一个很夯的叫做免疫疗 这个免疫疗法也真的是很贵 然后其实我最近有一个患者 他就是一个 他是大老板 所以他花得起这样子 那他其实那时候是检查的时候 发现是一个身脏的泌尿上皮癌 那他就叫开刀 开刀他就说他要最新的技术 所以当然就是用达文西手术 然后他那时候开完就回来就跟我讲说 我在美医院就是花了四五十万 开一次刀 我说开一次刀花这么多钱 他说因为达文西大概一次也要三十万 然后他又住VIP病房 一天一万块 就我两个礼拜 对 然后再加上一些部分负担 反正出院的时候就是四十几万 但是真的是开得还不错 然后就回家了 那回家之后其实就规则的追踪 追踪呢 结果到了一年半之后 就发现哎呀复发 因为这种泌尿上皮啊 确实就很容易复发 那那时候其实他打过化疗 可是效果不好 他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更新的方法 然后那时候其实就说 哎 就是免疫疗法嘛 因为最新的就是免疫疗法的话 因为免疫疗法 他跟一般化疗不一样 免疫疗法 他是诱发你自己的免疫系统 去对抗那个癌细胞 所以他相对的呢 副作用没有化疗那么大 那效果呢 有些人真的是很不错 然后他就说好 那他拿他做 然后呢 这个免疫疗法 我就问他说 哎 多少钱 因为我也很好奇 他就说 三个不再打一只 那一只要15万 哦 然后呢 第一个疗程先打三个月 所以就是一部国产车的钱 然后呢 有效的话继续打 打 基本上打一年 那一年花起来 就是一台冰湿车的钱 对 然后他就说 没办法就这样打 那他的效果是真的很好 他本来其实 已经有转移到肺部 有好几颗 就控制住 有控制住 对 他确实就是免疫疗法 对有效的人 他确实效果是很好 但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健保 几步 所以真的是很花钱 真的 所以健康最省钱 那这个江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有一个健康小叮铃 其实今天讲的这些病 第一名的肾上病 花了四百八十几亿 第二名牙科也花了 接近四百亿 往下递检 第五名还要花两百亿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花钱的部分 那怎么样子避免花这种不得已的钱 其实最主要就是要把日常健康做好 日常健康做好 其实要靠什么 病童口入 所以你嘴巴要管好 该吃的营养东西 好的东西要吃 不要整天都吃一些 有毒伤害身体的东西 这样你就可以避免自己花大钱 好 谢谢江医师的丁礼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码 巨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同一时间我们的食谱健康的资讯 还有节目的预告 也会放在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